哈囉大家好我是浩瑋 歡迎來到股價值多少這個系列 今天要來回顧檢視的個股 是2845的遠東銀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幫我按一下訂閱喔 謝謝啦 個股驗證 一開始我們先來看一下上次股價的資料 影片發布的時間是在今年初的3月9號 在當時股的合理價格為10.5 而股災價為8.4塊 接著就來看一下所股的數字 後來有沒有出現買進的機會 這邊可以看到當時在股價的時候股價是10.6塊 這個價格是在合理價上面一點的位置 之後在5月17號有出現10.2塊 以及9月22也有10.3的價格 因此能不能在這裡進場 投資人可以衡量一下自己的狀況 之前在影片中有提過 不管是合理價還是股災價 它都是風險的對比參考 如果你想要在高一點的位置進場 那麼就要把相對的風險 可以考量進來 個股觀察 再來我們從法說會 以及財報資料 來了解一下公司近期的狀況 上一集有談到 銀行股雖然是以單純的銀行業務為主 但不代表獲利就可以很穩定 只能說在觀察上會相對簡單一點 接著我們就來看遠東銀實際的營運狀況 在獲利表現的部分 今年前三季的進收益達到84億 較去年同期減少了1億左右 幅度為1.7% 歲前盈餘25億也是比去年減少了1億 雖然說看起來減少的並不多 但是今年的狀況 其他以銀行業務為主的金控股 像是預三金、合庫金以及第一金等等 前三季的銀行收入都是比去年同期要好 之前在影片中有提過 銀行股之所以會比較好觀察 是因為少了像是人壽、證券等業務 而且主要的收入、利息 是可以隨著更多的放款 而持續往上增加 銀行股的營收來源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剛才說的利息 另外一個則是手續費 基本上這兩個就佔了八九成的收益 從遠東銀的收入組成中可以看到 今年前三季的利息收入為50億 佔了整體營收的六成 這個數字是有比去年同期的45億還要好 因此這個部分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再來就是手續費的部分 前三季的收入為23億 叫去年同期的27億減少了4億 從這邊就可以知道衰退的主因 是因為手續費減少 雖然說這個應該是跟第二季疫情爆發有關 不過觀察了其他以銀行業務為主的金融股 像是預三金的話 可以看到不管是信用卡或是財富管理 都是比去年同期要成長的 另外還有核庫金也是一樣 雖然個人跟法人金融有減少 但是在財富管理跟信用卡的部分都是成長的 這也讓整體的手續費收入可以維持在一定的水準 而遠東銀在這個部分算是比較薄弱的 當其他家銀行同樣遭受到疫情衝擊時 這時候考驗的就是公司的競爭力 不要求說表現一定要比同業好 但至少不要有往下衰退的跡象 這對公司來講是比較傷的 遠東銀跟其他金融股比起來 就有這樣子的感覺 接著來看資本狀況 以銀行來說 資本市足率依經管會規定是必須超過10.5% 可以看到遠東銀近5年的資料 都在13.4到14.5%之間 而第一類資本比率規定是在8.5%以上 近5年也都在這個標準之上 再來是普通股權益比率規定是需要在7%以上 這個看起來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因此在財務安全性的部分 目前是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地方 接著來看資產分佈的狀況 今年前三季的資產已經突破7000億 可以看到放款的金額為4270億 成長幅度達到7% 而金融資產以及現金 都是維持平穩的表現 整體的資產 較去年同期 增加了5.4% 禁止的部分 因為遠東銀 今年仍有持續配股 所以股本 從原本的344億 增加至351億 膨脹的幅度達到1.9% 從剛剛前面看到公司的獲利狀況 再看到這邊還有再配股 就大概可以知道遠東銀的成長性 是會讓人家產生一些疑慮的 等一下再看看後面的數字 就可以更清楚了 再來看到的是放款跟存款狀況 遠東銀前三季的總放款 達到了4330億 其中佔比最高的是房貸 再來是國內法人以及消費性貸款 從組成的狀況中可以知道 比重高的房貸、法人以及消費性貸款 放款金額都比去年成長 這表示遠東銀在放款的業務上 問題變不大 這也符合剛才前面所看到的 利息收入可以穩定的成長 這部分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接著來看資產品質 首先與其放款比率的話 可以看到遠東銀的餘放比 一直以來都是比同業要來的高 去年甚至衝上0.51的數字 而在處理掉菲律賓航空 以及康有KY的待帳之後 到今年8月降到了0.29% 雖然比起同業還是偏高了一點 但至少回到接近市場的平均水平 以銀行局到今年9月的統計資料來看 30幾間銀行的餘放比 平均是0.19% 而遠東銀為0.25% 這表示遠銀的放款品質 並不夠理想 造成待帳的機率比市場平均值要高 所以說放款金額雖然可以持續成長 但還是要兼顧待帳的問題 再來是背底待帳覆蓋率的部分 在法學會的資料中可以看到 同業平均的水準是678% 而遠東銀只有467% 顯示銀行承受待帳的能力 也是在平均水準之下 從以上這兩個數字大概可以知道 遠東銀隨著放款金額持續增加 待帳的問題也隨之浮現 等一下後面看財報數字的時候 我們可以觀察看看實際的狀況是怎麼樣 再來看一下最新的資本氏足性狀況 可以看到不管是普通股權益比率 還是第一類資本比率 都在要求的標準之上 看來遠東銀在經營的安全性部分 目前是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地方 財報觀察 接下來我們從財報數字 來觀察遠東銀的狀況 先來看一下配息的資料 近8年平均配息率為37.5% 這在金融股裡面算是偏低的水準 從資料上可以看到 這8年來一直都有在配發股票鼓力 通常看到這種一直在配股的 後續要觀察的就是公司的ROE 能不能維持住 如果不行的話代表獲利是更不上的 因為股東權益報酬率代表的是股東所投入的資金 相對可以取得的報酬是多少 要是一直往下降就表示賺錢的效率是不及格的 這邊可以看到遠東銀的ROE 從2013-14年的11%多 到去年只剩下5.25% 明顯的可以看出這段時間是一直在往下走的 這對投資人來講 就是一個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至於詳細的狀況 等一下可以再觀察看看 股東權益的話 近8年遠東銀股本膨脹率為46% 股東權益則是增加了68.4% 大幅增加將近7成 是因為這些年來現金配的不多 而且還持續配發股票鼓力 造成股東權益增加的相當多 例如2013年的時候權益總額就有289億 到了去年權益總額已經達到487億 但是淨利呢 可以看到近8年的淨利成長是負的17.7% 從原本的30.6億減少至25.2億 減少的主因跟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待賬有關 從待賬費用這欄中可以看到 近8年的數字中比較大的 像是2017年的7.3億以及去年的14.6億 先看2017年的部分 該年度因為認列了比較多的待賬 造成淨利只有28.5億 去年也是一樣的情況 在認列高達14億的待賬之後 淨利只剩下25億左右 比起2019年大幅減少超過10億 這個10億雖然看起來好像不多 但對於一間淨利只有30億的公司來講 可是佔了高達三成的比重 這也可以反映出剛才前面預期放款的問題 如果銀行不做好放款的管控 那麼就會發生這種呆賬越來越嚴重的情況出現 再加上不斷的配股以及低配息 這幾個因素影響之下 ROE跟EPS就會不斷的往下降 股價自然也不會有太好的表現 我想這是投資人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至於近5年的狀況 股本膨脹比率為10.8 股東權益增加了19% 而最重要的淨利則是衰退了22.4 看得出來淨利成長的幅度 沒有跟上股東權益的增加 這個問題一樣是跟去年認列比較多的待賬有關 從以上兩段時間的比較 就可以知道遠東銀在中長期的成長性 並不是這麼的理想 再來ROE的部分 從8年的資料裡面可以發現 遠東銀的營收當中 利息淨收益跟利息以外淨損益 大約各佔了一半 但整體合幣營收的成長性並不高 尤其是最近幾年都維持在111上下 沒有足夠的成長性 這對任何一件公司來說 都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計表的話 今年第三季跟去年同期相比 營收減少了3% 其中來自利息的淨收益多了13.8% 利息以外淨損益則是少了21.5% 而最後的淨利則是成長了7% 從最近4年的月營收來看就可以知道 遠東銀的收入並沒有呈現成長的趨勢 甚至可以說是有點停滯的現象 在金融股裡面 營收穩定不一定是壞事 但是還是要跟其他條件相互比較 例如配息政策 呆帳以及費用等等 從剛才的資料總可以知道 遠東銀有配息以及呆帳的問題 如果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 那麼相信獲利也很難改善 例如今年前三季所提列的呆帳 就達到8.6億 跟去年同期的8.7億幾乎差不多 也就是說呆帳的問題到現在還是存在 至於最新第三季的狀況 可以看到營收比去年同期減少了3% 而淨利則是在呆帳減少的情況之下 成長了7% 至於股東權益的話就小幅增加了1.9% 從這邊再度可以驗證 呆帳的問題已經直接影響到銀行的獲利 我想這次想投資遠東銀的人 必須要去衡量的地方 來顧一下預期的ROE 近四季的ROE加起來會4.9% 9月的營收成長了14.4% 10月則是減少了5.54% 正常來講應該會顧持平的數字 不過可以發現的是 去年第四季的0.39%並不是常態的數字 因為該季度有任略比較多的呆帳 但正常來講不會有這麼高的數字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個還原 因此在還原之後 我覺得ROE可以估個6%左右 算是比較合理的 合理價格估算 首先股在價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ROE我們是估6%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數字來進行估價 最新一季的禁止是14.04 我們把14.04帶進來 再來本益比的部分 參考最近幾次股在的本益比之後 建議可以取8倍左右 這樣子算出來的股在價為6.7 目前合理價的話 ROE跟禁止都是一樣的 本益比提升至10倍 這樣子算出來的合理價為8.4 這邊估價的數字 之後如果有更新的月營收 或是機報資料 就需要再重新進行估價 也就是用最新的營運狀況來判斷跟調整 這樣子才是比較符合公司現有的價值 以上的資料給大作這個參考 如果你對財報學習 或計算合理價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之後我會把這份遠東銀的財報檔案 下載連結放到會員的社群裡面 希望對大家在學習上 會有點幫助 好 如果你還想了解其他個股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喔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